租落在东湖路9号的东湖立体停车场综合大楼 赶在岁末年终之际举办启用开幕仪式 从催生到兴建 在地安湖里长游树旺时刻紧盯 最终历经三任市长共12年 将区民活动中心打掉重建 最终从平地变成大楼 让游里长百感交集 我相信这栋大楼未来是我们东湖地区 的生活重心 因为除了市场还有停车场 还有一些拖音 还有一些拖日照拖劳 它是一个多功能的地方 地上9层地下2层 次之9.4亿元兴建的多功能大楼 主要提供228席汽车 以及220机车停车阁 还包括区民活动中心 拖劳拖音以及超市等场地 提供东湖地区民众多元化的服务需求 一步一步一步一脚印 从我们原来的开始规划开始 这过程中的施工 当然也造成了我们周边朋友们 这4年来的一些交通的影响 也是一些大家的忍耐跟包容 东湖立体停车厂市营运 1月底前开放免费停车 2月起涉及安湖里的民众 想小行车全日月票7折优惠 周边半径300公尺的里民 则想8折优惠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道